那只不过是 让你们学校 让你们有建议有证据 这个就是台面上 所以我们这几个月 大家都辛苦 然后我们几个代表团 甚至有90个人 我们团体参加美国奖会 就是要让所有美国人 还有一般其他的国家的领袖 看那台湾人的建议 好 这就是真正台湾人的建议 台湾人的光源 这样好吗 好吗 好 他才有力 所以真正有这样的状况 实际上这几个月 然后秘书长一直三星半夜 跟美国一直谈论谈判 然后跟律师交代 这些其实我们控告开始就开始谈判 其实美国政府 马上是浅浅浅浅浅 只不过是因为 法律施法的程序下 一定要走的程序而已 所以我们律师说 没问题 百分百 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个官司 怎么去证明 2006年 10月24日第一次控告美国 然后2009年 4月 8月 9月 都很清楚 已经宣告说 台湾人没有国际 很清楚 这是美国法院判的 那现在台湾人 所被控制的这个政府呢 是国际不承认的组织啊 国际不承认的政府啊 所以他们用 丢化台湾 实际上是应该全民就说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 黑米热热等 所以干单来说 丢化 中华台北 Chinese台北 干单 骗蛋台湾 讲到你没有来台湾民之后 你了解这些吗 我咋在你 你咋在台湾民之后 你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气 所以台湾的事实真相 没有进入到国际组织 而且都是推给中共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什么打压啦 没得去 就是因为中国 中共打压啦 然后参加奥运啦 没有办法参加 就是因为中共打压啦 什么事情都推给中国 中国很可怜啦 对啦 实际上 实际上 你不是国家啦 你是流亡建户那边啊 你怎么有资格进入国际组织啊 对吗 我带领过一百多个长老教会的会员 我们开会的时候就一百多个 没有委员的名单就请你出去 因为你不是人为完的名单 没有名单就没有 当时会也是同样的 对吗 董事会 你不是当时第二当时来 你不是董事你可以进来吗 没有啊 你不是国家 你是流亡 哪里有资格进入国际组织 董事会 结果全部撒到中国 都是推给中国说 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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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中华民国打压自己台湾人民 所以我们今天很清楚 所以当 秘师长写这个 You must do it 的时候 第二篇又要说 What are you doing 你现在要怎么做 而且你要怎么做 很清楚 你既然是委托给中华民国 暂时管理台湾 讲习用是英万的 所以你应该要做 你应该做 不要让台湾人民 受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虐待到现在 压迫到现在 没有人权到现在 没有办法进入的国际 一直到现在 都是永华民国 都是令你国 修行 委托这个中华民国 造成到这个地步 你也要改 你的进程要改 所以就慢慢的 美国政策就 有没有改 有没有改 本来是 中华民国 所以说 好 给你台湾 实际上 川普讲说 台湾总统 台湾的总统 蔡英文 不是针对蔡英文讲 那是针对 我们台湾民政府讲 将来一定有台湾人的总统 只不过现在不是 真正的台湾人的总统 但是一挖掉那 哇 他的总统 哦 响应总统 高教还响应总统 已经 低到这种的满意度 那实际上当然 他也有改革了 不可厚非 也有改革了 那他改革好的话 也为我们铺路 也是好一些 但是真正的要改掉 只有终止 结束中华民国 所有的体制 而且我又听 我们的总统讲 真正将来 法院或是院长 说不定 美国派 你不能从中华民国的 什么大法官那边 措措 他们的头脑还是 党意非常强 中华民国 磨灭不去 没办法磨杀 英明海都是台湾人民的血汗钱 你看年纪改革 不改革立法院的薪资 但是还要再增加 你们知道 立法院一年多少吗 一个立法委员 将近八百多万 警民 当然不是全部都在他的口袋 因为他有很多助理 然后你认为有的 认为自己约顾的都可以 你看都已经辛苦 台湾人生活到现在 辛苦到今天 然后法官 你看大法官 法官退休的 他们还是领 十八万 十九万 这个都没有改 都没有改 年轻改革的条件之下 这样有公平吗 有没有转型正义 都没有 所以只有完全的 批发掉 继续丢外民国 这就是让台湾人民政府的 尽大双链 这样吗 这个就是今天来到平安政 只有这样的改 把所有的年根都除掉 才有用 我们秘书长常常讲过说 苹果论 有没有 苹果论 毒药还是留在那边 你怎么吃 你怎么换 也是同款 倒也是 也在下 中华民国也是这样 所以真正要让我们清楚 就是要回到民事长所讲的 战争法 国际法 旧经商和平调研 所以中华民国的违法 名称都违法了 贪图 压迫了 只能叫民国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要结束 中华民国 所以今天我们控告 第二次的控告 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今年是什么 今天是什么 靠我信心 执政员 所以我们都预备 每一周都在 很紧张的都在预备 所以民事长常常问我们 就像美国说 你们台湾人 台湾民政府准备好了没有 那民事长也同样的告诉我们 每一周的执政团队 问了说 你们准备好了 有几个说 好好 已经准备了 那民事长还在那边 弟弟吵 我们到底准备到什么程度 没有关系 就是要到美国 参加美国酒会 还有谈判的这一段时间 会所有的大大小小 美国会告诉我们 哪一个是美国会动用 哪一个是美国会干涉 会嫉妒 这个都会交代好 所以有的人说 你们小的小一错 一错小的台湾人 怎么可以揭开中华民国 那么庞大的 他们都不知道 其实只要美国就法审判 他们的法院一审判判决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大 而且我们都一直在训练 所以每一个礼拜 为什么常常来训练 就是很多的新的资讯 新的消息 每个礼拜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接受训练 也得到一些的消息 那像这样的事情 一样只有旧新疆合约才了解 中国跟台湾是没有关系 联合国也讲得很清楚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个讲得很清楚 但是中华民国都是陶甲波啊 他们不是在谈论这个 两岸在谈论 实际上是两个中国 他们就是已经和好 而且和好到什么年代都讲得清楚 就是说要到什么时候来搜刮台湾 都已经弄清楚了 马英主不会给你交代 中华民国蔡英文也不会告诉我们 也不会告诉我们台湾人 一旦告诉了我们 他马上垮台了 我们马上接证了 你看他们一个月 一年这样差不多快两兆 但是很多都是放在他们的口袋 我们台湾政府重新掉下 哪一个贪的全部都掉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谈论这个货帽 服帽 有没有听过去年都很盛情 还在讨论呢 这批法院还在讨论呢 实际上他们早就进来 进来到什么程度 一个中国人 你投资在台湾六百万 你就可以带三个亲戚 自己中国人的亲戚 带进来 然后到四年八年就转移到 中华民国国国民生 我希望 这是只有六百万 六千万多少 十倍 所以三个就三十个 好 六千亿对他们来讲 田几单 所以大公司 几乎都是很多 五十%以上的 大投资的老板 都是中国 那些都喊略谈论 喊略通过这个服帽 货帽 他们就找到去 就是让中华民国 要让台湾人被西施 就像西藏一样 西藏有一段时间 他们六百万人口 中国人呢 中国共产百万 三百万 预备到 已经下放到 中国的南部 然后生活都不错 而且天气又那么好 所以三百万下 然后中国人的三百万 难得进去 然后进到西藏 然后就跟西藏小姐结婚 生出来的谁 西藏还是中国 中国的男兵 进入到西藏 跟西藏小姐结婚 他们生了孩子 这个孩子属于哪一个 哪一个国子 中国 那到最后 西藏有没有平调 没有平调 西施 中华民国 本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西施我们台湾人民 假如在二十年当中 还是给他们当政的时候 我们整个这个台湾人民 就被西施 但是很多都是新住民 然后中国人 那时候投票 谁输啊 谁输 台湾人民输 这样没搞错 这样没了解 疯疯的台湾人 搞错有台湾人民政府 这样说吗 好 搞错有台湾人民政府 这个可以杜绝 中华民国的这些欺诈 巨大的诈骗集团 有话里够 这个就是让我们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上 创造这样的事情 都可以看见 那这些不必说 然后因为这以前都是 中华民国都是违法 刚刚有讲的 那也是违反了国际战争法 Chinese Taipei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本性 都是青帮 红帮 起家 所以到各地方到现在 都已经流落到各台湾人民 不必什么青帮 什么帮派 什么四联帮 什么海帮都有 而且是台湾人变成主头 不是只有中国人 台湾人民是最高的领袖 就是英文帮派 你看 勇敢 这样要让他们继续吗 要让他们继续吗 不要 不要 就是让台湾人进入 可以这样的阻止 因为一旦判决 赢了 我们赢了 当然就要赢了 我们执政接的时候 这些都会改掉 你看 在贪毒的文化里面 到处多是 独留全台湾 核農废料都独留到 蓝与高沙处 整个都遍满全台湾 所以 我们今天台湾人 好像说 国土 国经 国法 那是国家怎么会有国经 怎么会有国法 所以今天 让台湾大家长 民政委员大家长 就控告美国跟中华民国 为的是让我们进入到 真正的国际地位正常 只有台湾回到国际地位正常 才是台湾人参与福分 我刚刚还没讲 美国人帮助我们身份证做好了 然后旅行卡也准备做好了 然后还有国际组织 我们也参加去年的G7 有没有 G7我们台湾政府的广告 一大片都写在里面 台湾人的政府 就是台湾人政府 这是替我们广告 而且是他们G7是全190几个 联合国的会员国当中的七个 巨大的工业国 等于算百分之五六十的总收入 都是在这个七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他们所决定的 就是第二年全联合国的会员国 要去征兆 那今年要在德国 G7要在德国 那G20要在意大利 我们都会派人 那我们会广告 我们台湾政府的 那时候就很清楚 我们真正的立场是什么 台湾人政府 就是台湾政府政府 所以台湾人的政府 就是台湾人政府 中央民国是联网 是警驾的建国 所以这个一清二楚 这个会诈骗吗 你跑到国际还要诈骗吗 这个很清楚 所以连这几个 他们认为说 他们已经成为总统 就地合法 那是他们自己说的 那国际法非常清楚 不能就地合法 这就是 左边是因为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右边是日本天皇皇居的地方 所以我们每年都去拜授 这个日本天皇 让他们了解台湾民政 其实他们一般日本人 也慢慢地逐渐了解 往来台湾民政府 跟各个台湾人 真是无关系 跟中华民国往来国家 他们过去的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那美国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已经进入G7 G20 G7是G7个国家 G20是G20个国家 贸易在那边讨论 寻商 研讨 所以民政府就带动 在美军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民政 所以这些都要我们清楚 只有讨论到主权跟治理权 那他们把那个主权跟管理权 治理权 有一些混淆 一般台湾人也不了解 所以2012年台湾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 中华民国是台湾跟中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 但是后来改为中国的核心力 不讲台湾是中国的 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为他们慢慢知道 结果欧巴马就坚持说 一个中国政策 表示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是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合法代表的中国政策 中国代表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所以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代表中国 所以我们一样台湾民政府很清楚 习近平也了解我们台湾政府的一中政策跟美国的一中政策一样 中国的一中政策跟美国的一中政策一样 中国的一中政策 中国的一中政策是台湾澎湖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只要中国跟其他的国家邦交 中国跟中国邦交的时候 一定要注明这一点 你要承认这一点 台湾澎湖澎湖是中国的 这是他们中国的中国一中政策 美国的一中政策就不是了 美国的一中政策是 中国是代表所有中国的合法政府 这是一中政策 但是台湾不属于中国 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清楚地交代 欧巴马他们博物员他们也谈论了中国 你动一下台湾一根汗毛 我们美国就不客气 一定会出手 因为一旦美国出手 就是跟日本联合出手 你们知道日本最先进的 是武器 就是美国说不是美国 是日本 几个战略都已经弄好 美国的战略也都已经弄好 预备 真的万一中国一出手 美国日本当然就会出手 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所有权 只不过现在是闲挂在空中 他不讲话而已 把所有的管理权去处分权交给美国 但是因为美国跟日本他们已经立了安保条约 这个就是保护台湾人的生命跟财产 包括在内 这样听着吗 你有没有听过吗 有 但是没有听到台湾人这位 我听过了吗 我没有 我听过了 那种好机会 哇 这个那么好的福音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要告诉我们情况 虽然他们不相信 我们还是继续跟他们谈 所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国土安全部 还有他们共同的描述 美国司法部 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目前1960年只是 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 中国在台湾的占领 有效的统治权而已 就是圣委托 那圣委托会不会永远 当然不会 我们已经进入到司法体系 我们进入到司法体制 对头窗位 当然是我们台湾的政府 2013年我们在美国纽约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要提前回来 之前的那一天 结果原来的美国代表 本来我们代表台湾政府的一个美国代表 也是叛徒 那一天他就到西部 就到华盛顿那边 去我们的律师那边 说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要换掉 名字要换掉 要换他们叛徒的名字 我们的律师怎么说 这是美国的美国 不是台湾 知道他的意思吗 这个是美国 不是台湾 意思是说台湾可以更改 名字 你只要诉讼人民 人民只要有人有权力谈 透过金钱的来往官商勾结 就可以换 但是美国不会 谁的名字就是谁 这是Roger Lee的名字 所以我们美国第一口窗位 就是Roger Lee 我们的律师 他们怎么有权力来改 就为 又是国际笑话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 不敢的所在 而且2007年8月30号 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台湾不是国家 而且秘书长参俊文 前任秘书长 联合国的秘书长说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个讲得一清二楚 是联合国的 所以在这个欧邦讲得很清楚 台湾的归室 你们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没有权力干涉台湾的归室 然后我们诉讼 我们秘书长诉讼很清楚 中华民国 这个流亡的在台湾 没有权力掌控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就准备 在3月9号口的辩论 45天以后 就可以看到 他的5月3号左右 就可以明朗化 一旦判决 一旦判决 更清楚 你有信心吗 有信心吗 有 拍手大家鼓励一下 我刚刚所讲的 2009年12月15号 那时候副主席习近平 一见名人天皇 最后就不能卖给中国 台湾本来就是 日本天皇的所有权 好 好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 过去的这个 刚好在2015年前年的时候 就在日本 我们秘书长夫人在那边召开国际 说明会的时候 很清楚 原来有那么多人 观众超过一千八百万 三百万人口 在新闻媒体方面就更多了 那时候 2015年 那现在就不止了 大家都知道 都很清楚 所以台湾本政府执政 有没有准备了 那今天我们就要准备 备修 好 我们 在整个管理方面 这个可以做参考 部署的能力不足 假如生气的话 就等于 自己的人品品质的问题 水质的问题 不要忘了 考虑机会成的未来的效益 如果同心不认同你 那是他们的意见 但是百姓不认同你的时候 那只要改进 所以一个人不认同你的时候 还没有关系 那是他的意见 那百姓不认同的时候 那你就要改 这些 带领者应该注意的要效 我们是永远 革命现行者的一份子 所以熟悉 我们的台湾论 台湾民政府的12项法案 主持法 台湾基本法 台湾公民权利法 意愿法 海关治权法 一时规则 这些都要去 你们还没拿到 因为还没有过关 台湾结合法 国民权利法 你们有的可以先买 红色 好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种的 执政团队 就联合一起 配合中央的交代 然后我们也很清楚 3月9号的口头辩论 好 希望 终止了中华民国 腐烂了这个污染的教育 那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可以把他杜绝 那让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 正常的话 没有别的 也不是别的党派 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 能够实践我们为百姓设想 这就是我们做好整个的职位 假如是属于哪个官位 也要做个把关 司法方面也好 食品方面也好 任何的做抽检 把关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做好的 希望来推动我们整个的目标 就是要接执政 那接执政的这个预备心 这一段的时间呢 虽然还有几个月 希望我们继续进入到台湾民政府的核心团队里面 希望你们也能够继续参加 继续参加 因为这一生都在创造台湾的历史 诶 从台湾的历史 是只有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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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每一年内 七十几年一次内 你我们人生有多少七十年 我现在六十多岁了 我也没有多少的六十年 只有这一年我们参加台湾政府 少年人比较有福气 你们真的年轻人真的有福分 我继续动用你们的恩赐 动用你们的电脑LINE 然后让你们的情况 跟他们辩论也可以 跟他们来说明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也好 这样好吗 好 好 这样辛苦大家 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时间 有没有还剩下两分钟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给一大门 最高兴的是会有 我们接职证的时候 律师章也讲过高铁 所以一天就可以做完 一天 所以你在哪里上班 也是同样的 所以还有照证 会照更漂亮的街上 还有住 这些都是这样的时间 这些小孩都免费一直到大学 然后小孩出生到幼稚园 每个月 每个月5万块 哪里来的福利 有的人说 现在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没有钱拿来的福利 简单了 那些应该抽的就抽这么顺 要重新调查那些不法的全部的归功 把关的归功 把关的归功 黑道的枪壁 所有的枪法都陌生 治安好 生活好 这样有提升 对不对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有 看你呢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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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